好 我们继续来看 刚刚我说这个1很奇怪 其实我现在是能够理解 就是每秒钟消耗1 但这个时候有问题 假设我又跑 然后又飞 这两样东西 同时都是会消耗AP值的 那么我是消耗1还是消耗2 还是消耗多少呢 这有问题 它不能同时消耗 对不对 理论上来说是什么 如果又跑 又急速跑 跑的时候我又比如说我挥动一个键 也是需要消耗AP值的 这两个应该还是同时消耗掉 对不对 应该同时会消耗掉 好 我们来个什么东西 正确的做法 这个地方正确的做法 一种程序员思维 就是这么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 你看到长量 你都要思考一下 把它变成变量 变成什么变量 取个名字叫做wrap around 急速跑的AP p每秒消耗值 把它变成复点数 然后这个是属于什么 技能属性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个人物属性 这个改成叫做什么呢 技能属性 好 单独为什么放在这里呢 因为之后我们的技能有各种属性 比如说技能消耗多少 AP消耗多少 魔法之 消耗攻击力是多少 我们都会放在技能属性里面 然后这边就叫做人物属性 其实叫做角色属性会比较个好 OK 人物属性也行 好 这个地方就应该这么来 首先我们AP值 每秒消耗值 应该要什么 减去 但我习惯性的减去 结果我又是加一个负数 但我们还是减去好了 减去 这个字 减去这一个 急速跑会消耗的值 来设置给他 对不对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哦 原来这个 应该是加上 搞错了 这个另外应该是加上 为什么增加消耗吗 增加每秒消耗的值吗 就知道我进入消耗的状态 然后一旦我没有进入消耗状态 那么我这个就是什么 要需要减掉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AP CPS的值减去 这个消耗的值 好 这样子就 看上去就更加明了了 就知道 这 而且这种 这种方法来设定一下 就可以多个技能 同时都可以消耗了 好 你又看到了 这个几乎一样的代码 看到这种方式 我们就得想个办法 想个什么办法 把它变成函数 好 怎么来变呢 邮件 折叠到函数 取个名字 这个叫什么去了 APCPS 添加到APCPS 每秒钟的消耗 每秒钟的消耗 这个叫做APCPS 编译一下 编译保存 好 于是乎这边 添加到每秒消耗值 这个Wrap around OK 填下进来 另外这一边就是减去 刚刚说减去实际上就是加一个负数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拖进来 拖到这边 我们让它乘以一个负一 变成了负数 来进行减去消耗的值 好 这个时候你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当我们Wrap around 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增加这个消耗 但是我们并不在这个地方来直接就 开始消耗 开始消耗什么 你得跑起来 你得这个地方得跑起来 所以我们放在这一边 好 这样子就更加方便的理解了 方便的理解 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注释 这个叫怎么来判断 S SAP Consuming OK 完成